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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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加強防疫 現在旗金老街的旗後商圈 也祭出了新規定 貼出了公告及日期呢 大家來旗金 都一定要戴上口罩來做好防疫 新規定出爐 旗後商圈公告到旗金 要戴口罩店家攤販配合張貼 但看看整條街 都是買吃的喝的 戴上口罩 怎麼邊走邊吃 這一群遊客對規定 十分不以為然 一堆人都沒有戴口罩 我是覺得滿稀奇的 在戴著口罩怎麼是 口罩歪個洞 裝會在臉上 真的很麻煩 而且天氣很熱 的確遊客有三分之一 沒有戴口罩逛大街 而店家雖然都戴上口罩 對於規定也無法強迫客人 配合度很多都不配合的 不可以一直說 人家你一定要戴口罩對不對 只是說你們怎麼沒有戴口罩 而新規定上寫來 旗金都要戴口罩 而杜倫早就強制 要戴照跟量體溫才能上船 但到旗金又不是只有一種方式 到旗金也可以開車或騎車 走過港隧道 但這樣有沒有戴口罩就很難掌控 採取以勸導為主的形式 並沒有強制 目前能強制控管的 只有公家單位 壽山動物園做好廉價的準備 入園人數最多容納一萬人 但進場超過八千人 太過密集就會暫停售票 掌握人流 但各商圈包括新絕江跟幾近老街 出地點太多難以控制 又是民營店家為主 五一勞動節就要來 不管要不要戴口罩 都會影響到觀光 防疫跟生技間 又是真的很兩難 三新聞田巨大股 先高雄報導